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9期空中明慧周刊 请您继续收听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事争闻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 大嫂的无解方程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广2023年5月23日 可能在基督教刚刚传入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的祖先们就已经是虔诚的信徒了 并且我的曾祖辈就曾经是当地基督教的长老 这个信仰一直在我们家族延续成传 我从小勤奋好学 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我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婶子大娘 姑姑表姐们都认为我是一颗基督徒的好苗苗 特别是我父亲的唐嫂 我们称呼三大娘的人 民国年间 曾经在天津神学院毕业 中老年后 一直是当地基督教教会的长教长老 他们很希望我能继承这一一波 我虽然对他们也表示尊重 但总觉得圣经的道理 不能完全使我重复 当我看到《转法轮》这本天书时 就认定这就是我久久等待 阴阴期盼 苦苦寻觅的唯一选择 从那一刻开始 我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行列 虽然筋膜力竭 但我百折不挠 砥砺前行 三大娘在听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 说了一句 我知道她终究是神的儿女 我这个三大娘的唯一儿媳 我们叫她大嫂 今年八十多岁 她高小毕业 从小敬天信神 在那个年龄段的农村妇女中 算得上是诗文断字 通达名快的了 在三大娘的引导下 大嫂三十多岁 就成了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我大哥曾经在当地名校任教 我上高小时 受过大哥的关照 我一直很感谢他 因此 我们兄弟叔嫂之间 相处很是亲密 每逢过大年 我必借拜年之机登门 给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真相 虽然大哥大嫂都明白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 也做了三退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但是 由于对基督教的信仰很虔诚 所以 对禁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的神奇法力 及其功效 将信将疑 一 大嫂的无解方程 近年 我大哥因病去世后 大嫂心情十分沉痛 一直郁郁寡欢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去年冬天 我听说大嫂心事重重 悲观厌世 精神抑郁 生活已经无法自理 一日三餐全靠儿子送饭 但是 她除了跟人说自己不能活了以外 任谁也问不出其心结究竟是什么 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 正念排除了中共邪党 对我实施迫害 所造成的种种阻力 在夜幕的掩护下去探望大嫂 我自信 自从我修炼大法以来 是最受大嫂信赖的人之一 在我的真诚恳切询问下 大嫂终于和我哭诉了 自己难语人言的苦衷 和万般无解的难题 说来应该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你大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被处分停薪留职 每月只给二十多元的生活费 除了他自己的伙食费以外 剩不下几块钱 那时你侄儿还没断奶 我娘俩坐吃山空 吃穿用度没有着落 我父母为救女儿和年幼外孙的命 把自己早年的全部积蓄给了我 是四百多块银元 这在现在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 实价约值六七十万元 可是在当时 一块银元最多时也只能兑换两元人民币 尽管我十分不愿意花掉这种钱 但是活命要紧 几年下来 万般无奈中还是扣扣扒扒 零零散散地把那笔银元全都兑换用尽 这是我一块最大的心病 只不过是除了我父母和你大哥心知肚明外 这是个秘密 可以说知此情者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是事隔五十多年了 我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妹妹 不知怎么就电话追问起父母生前积蓄的去向 我是姓主的 不能说那蛮心媚脊的话 就如实告诉了妹妹 想求得她的体谅和宽恕 不想妹妹勃然大怒 骂得我狗血喷头 不成言语 她不依不饶 一定要我给她拿出一半来 无论我再怎么解释 钱已经在困难时期全部用尽 她就是不听不信 每天给我打电话 说她要买飞机票马上回来找我算账 要与我血贱当场 以命相搏 她现在也已经是七十大几的人了 身体也不好 如果把她气坏了 我的罪过就更大了 大嫂接着说 我原盘算着 你大哥的安葬费算下来后 我也能给他拿上一部分 奄奄他不平衡的心 可是 想不到我的小儿媳得了大病 生命垂危 住院治疗费用很大 他们未经我同意 就把那笔钱给挪用救命了 我当娘的还能说什么 为此 大儿媳和小叔子夫妇还发生了纠纷 两个儿子及两个儿媳 都知道了淫源的事情后 也都不相信我全用尽了 大的怀疑我偏心接济了小的 小的怀疑我早就给了大的了 家里闹腾的兄弟反目 轴里成仇 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 我是里外不是人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种事情也算是家仇 不可外扬 而且跟谁说了也没用 一定是大嫂哪生哪事 杀人放火 作恶多端 犯罪深重 这是要在清算的时候到了 大嫂用衣袖擦一擦眼泪 又说 再说 我年轻时落下的月子病 如今也早上门来了 我这腿疼得不能下地走路 胳膊肩肘疼得不能生活做饭 浑身上下软得无法行动 白天黑夜不能入睡 大嫂想来想去 只有去和你大哥重聚这一条路 才能解脱出来 一了百了 我虽然每天还在跟主忏悔 祷告 我觉得主也不灵验了 也管不了我的事了 我就求你大哥快点叫我走吧 诉说间 大嫂泪挂两腮 二 善念指点迷津 大嫂话到此间 如此近况 让我也感觉到 这真是个无解的方程 对于一个当今的中国农民来说 这笔钱 可算是天文数字了 莫说是一个年借茂蝶的老太婆 纵然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壮小伙 一辈子苦熬苦振 省吃俭用 也积攒不下这么多盈余 这也可算得上是人生路上的百苦奇将了 我就只好宽慰大嫂说 你想给你妹妹补偿的想法是你的一片良心 但是就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 那只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而已 按理说 子女在生活困顿时接受了来自父母的馈赠 也不能算是不义之财 而且据我所知 你的父母晚年一直是由你一人赡养送终的 这也算是你做了一定的回报 事已至此 过分的愧疚和自责 对自己的身心也无益 是应该看得开放得下才好 你也是个有信仰的人 不能和世俗人针锋相对 一般见识 应当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换位思考 你还是要向你妹妹赔礼道歉 求其谅解 这是咱们有信仰人的姿态 而我觉得这个关难的根本原因 还是一种前世因果的缘分纠结 你现在面临的是身心俱伤 矛盾重重 内忧外困 以常人的方法 是很难找到万全之策的 大嫂 你现在自己也觉得 是叫天天不应了 那你就听从兄弟的劝告 从现在开始 一有空闲 就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久自真言吧 法轮大法师父 慈悲众生 法力无边 一定会为好人排忧解难 善解渊渊的 我表哥你是熟悉的 也同你一样 是虔诚的基督徒 岁数比你还大 他未来晚期 医药无效 我表嫂因此患上精神抑郁症 在一个凌晨 投井自尽了 我去参加表嫂的葬礼 看到了表哥痛苦不堪的症状 他也感觉到 向主祈祷不见功效 我就告诉他 当今只有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才能解脱苦难 大法师父在红银次 对联中说 真善人三字 圣言法力无限 法轮大法好 真念万劫即便 我表哥相信了我的善劝 已有空就敬念这九字真言 不久 胃癌绝症就不治而育了 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还活得好好的 生活完全自理 这是发生在咱们亲戚圈里 活生生的例子 大嫂你想想 癌症对人类在目前来说 仍然是不治之症 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医学 对此都束手无策 但是通过曾经念诵九字真言 就能完全康复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伟大佛法的真实展现 这九字真言的神奇威力 不仅局限在对人的身体健康方面 对人生生世世的影响太大了 我的一个老朋友 也是曾经遇到一个难以启齿的大官 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 想起了我告诉他的这九字真言 就诚心诚意地 反反复复地送念 结果没几天 那个关卡在不知不觉中 就烟消云散了 过后见到我 他双手合十 对我说 太神奇了 太谢谢你告诉我 这救苦救难的法宝 太感恩李洪志大师了 我现在不仅仅念这九字真言 我还要加上一句李洪志大师好呢 我又进一步说 大嫂 兄弟不想随便评价议论基督教如何如何 也无意改变你的信仰 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你痛苦 衷心希望你能走出人生的低谷和劫难 特别是现在人类由于道德沦丧 天灾人祸不断降临 眼前的这场大瘟疫 就是来淘汰中共邪党分子 和罪业太大的坏人来的 无数事实证明 这九字真言 就是创世主宏大慈悲的网开一面 就是用来拯救相信法轮大法 明白真相的善良众生的救命法宝 大嫂听了我严肯一切的善券和指点 舒展了眉头 露出了笑言 表示她对我的感激和信任 说一定要好好诚心敬念这九字真言 三 发自肺腑的感言 一过了大年 我就让妻子专门给大嫂送去了 看在师父面向全人类发表的新经文 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 同时 了解到大嫂的整体状况已经大有改观 她一再表示很感激 我很欣慰 最近一天的后半上 大嫂满面春风的亲自来我家看望我 一进门 她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话就是 真神奇 真灵艳 法轮大法 真灵艳 我说大嫂坐下来慢慢说 大嫂说自从你去看我时反复叮咛 叫我诚心敬艳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 我就开始不停地念 首先是该睡时就能睡着了 慢慢的四肢剧痛也逐步减轻了 胳膊能抬起来了 能下地走路了 身体一天一个变化 心里也能想开了 神奇的是 我妹妹催命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要求越来越低了 口气越来越缓和了 大年前 我在电话里向她诚心道歉 表示我省吃俭用 也要尽量弥补她 她却说 补什么补 我现在有退休工资 而你们都事业有成 我不缺钱 我是跟你说气话呢 这个大难关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儿子儿媳们也都相信我 理解我了 我的家庭矛盾 眼旗息鼓 风平浪静了 法轮大法太灵验了 太神奇了 特别是今天我决定要来看你这个念头一出来 我就觉得特别有精神 上午我一个人洗了八件衣服 床单还把打发你大哥时 院外剩下的一堆碎焦炭 从脏土中筛了出来 筛出满满三大袋子 下午来你这之前 我把筛出去的渣土倒到村外去 刚走不远就觉得两腿发软 我就不停地低声念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浑身就有了力气 我一直念着 连着推出村三小车渣土 我不但病好了 精神头还好像倒回了十年 你让你媳妇给我送去的那份明慧周报 太好了 我全认真看过了 修炼故事说得真实感人 特别是李洪志大师的 《为什么会有人类》那篇文章 简直就是神的福音 讲得太好了 全是天机 我这些天在反复地看 越看越爱看 其实自从你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 你的变化和一言一行 我都看得清楚 听得明白 后来咱村又有几个信你们法轮功的 都是和之前相比脱胎换骨 判若两人 行得端 走得正 你们那些兄弟姐妹们都相处得和和气气 亲如一家 不像我们教会内部 自从你三大娘过世之后 为了争夺长老位置和民分 民争暗斗 拉帮结派 相互妒疾 相互排斥 有些时候 我看见还不如一般好一点的世俗人呢 我早就觉得你们这个大法好了 现在通过我的这个大难关 我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林彦 李洪志大师 可能就是耶稣说的 最后回来将要审判人类的真神 最后 大嫂表示要好好想一想 认真思考思考自己 重新选择信仰归属的问题 由此 我体悟到 慈悲伟大的师父 面向全人类发表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以来 已经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 全面救度各界众生 让我们抓住这万古机缘 圆满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请听文章 题目是 还有那么多警察不明基本真相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日 2023年3月1日早上 我送完孩子上学 被一个骑电动车的50岁左右的便衣拦住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说 你是某某某吧 你年29晚上 带孩子干什么去了 跟我们走 他回头招呼后面的一辆警车 呼啦跑下几个人 摁着我 靠上了背靠 路上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 都朝我这边看 我大声地告诉他们 警察绑架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了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第一部分 女警察说 好神奇啊 警察左右架着把我往警车里拉 说 走 直接去医院查体 为首的是派出所副所长刘某某 他满嘴粗话 大骂道 我今天非把你送进去不行 你贴那些不干胶 某某路某某路 是你贴的吧 我说 你不能迫害法轮功 不能迫害好人 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真善忍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 刘信警察说 我就是坏人 我就是屠夫 我就是要跟法轮功斗 其乐无穷 整死你们 把你也弄到那边去 你早晚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刘信警察胡骂一通 不让我讲真相 并不断地对我说 你再不闭嘴就打 我不为所动 仍然善心地跟车上的警察继续讲真相 说我修炼中的事情 旁边的女警察听了说 好神奇啊 我说 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真相 平平安安的 从警察们的对话中 我知道他们早上就在楼下蹲坑等我了 他们说我还管孩子 每天接送孩子上学 说看到早上 孩子的父亲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警车开到市立医院 他们拉我去抽血 不断地骗我说 好好配合 查完就能回家了 我不配合 刘信警察从我背后往上猛提手铐勒我的手 我的手被勒出两道血印子 钻心地痛 我用尽全力地向医院里众多的人喊道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全世界都知道 警察绑架迫害好人了 我告诉医生不要配合警察助纣为虐 干这伤天害理的事 警察在迫害我 在犯罪 刘信警察更加用力地扭我的手 我更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 几个警察惊慌地一起捂我的嘴 拉我的口罩 遮我的脸 抽完血 我的手被一片淤青血紫色 鼓着一个大包 往外渗着血 我对女警察说 你看你们给我弄的啊 她一看 赶紧去拿棉签 她带我去做尿检 我不做 我说 姐姐 你可不要跟着他们一起迫害好人啊 法轮功是好的 全世界都在练 谁参与了迫害 以后会担责任的啊 女警察就对刘信警察说 她做不了 不配合 不让做 没法做 第二部分 年轻的医生惊恐 难过 他们拉我去做CT 还问我阳过吗 我说 你们迫害好人是犯法 是犯罪 法轮功在国际上受那么多国家褒奖 受尊敬 受保护 在哪个国家都能练法轮功 只有你们在迫害 刘信警察威胁说 你再说 信不信我打你 我说 你打吧 你不是有枪吗 你把我打死吧 她一愣神 看着我没有打 他们一起摁着 抬着 把我连推带抬 弄到做CT的台子上 摁着我躺下 我的双手戴着手铐 压在背后 我说 在中国 老百姓就是韭菜啊 哪有什么人权啊 你们想怎么割就怎么割 想怎么害就怎么害啊 医生 你不要配合他们做坏事啊 他们迫害法轮功 活摘器官 害死好多善良的人啊 年轻的男医生 惊恐地站在一边 表情很难过 过程中 我不配合他们的迫害行为 例如 一气语音让我吸气 我就呼气 让我呼气 我就吸气 刘信警察在外面 骂骂咧咧地说 让你干啥 你不干啥 警察又拉我到室外 做核酸检测 刘信警察一直威胁说 我让你的孩子没饭吃 让他没人管 让他放学没人接 让他在大街上哭 在大街上流浪 让他没有家 把他爸也抓起来 让他无处可去 你今天烙在我们手里 以后你孩子也和你一样 也是早晚烙我们手里 我让你孩子没有妈 我说 别说我不是罪犯 就是罪犯家的孩子 你们也不能这样 我让他们给我家人打个电话 让家人下午接孩子 我说 孩子有什么事情 我告你们整个公安局 他们不让我打电话 第三部分 人们静静地听着 有人在录像 我被背靠着 不能动 站在那里 看着做核酸的长龙队 我对着人们喊道 警察绑架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了 好心的人 请你们给我丈夫打个电话吧 让他下午去接孩子啊 孩子太小 他回不了家啊 我一遍一遍地喊着 重复地念着电话号码 人们静静地听着 有人在录像 我已在栏杆上 诚心地一字一字慢慢念叨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真善忍好 危难时诚心敬念 天赐鸿福 保平安 留信警察突然说了一句 太长了 记不住 我就又告诉他 危难时诚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保平安 核酸检测排到我了 警察抓着我的头发 摁到玻璃上 我对医生说 你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 我开口说话时 医生把棉签放到我嘴里 第四部分 还有那么多警察 不明白基本真相 做完核酸检测 他们又把我拽到车上 拉到区公安局 留信警察 骂骂咧咧地说 你在医院里扎呼什么 你看你到我们那里 我怎么整你 我打死你 我说 杀人对吗 他说 对 就要把你弄死到那边去 你过去吧 下了车 刘信警察 刘信警察冲我吼道 你跑啊 你跑啊 进到公安局大厅 让我拍照 我不拍 刘信警察又掰着我的头 我闭着眼睛 他们摁着我拍了一张 刘信警察看了看我 知道我不会签字 就自己签了字 其他警察围过来 对我说 你这么年轻啊 法轮功都自焚了 你还练啥 我说 那自焚是假的 刘思颖气管被切开 记者采访他 他还能唱歌吗 那王锦东 连打坐的接印姿势 都是错的 他不是练法轮功的 我比划了一下 正确的练功姿势 警察没说话 愣了神 一个女警察说 练法轮功杀人 我说 不是 大法师傅教我们 按真善忍做好人 教我们修心向善 做事考虑别人 做一个无私为他的人 书里有 你们看看去 你们都被电视上的 假新闻给骗了 他们让我换衣服 去审讯室 我不换 刘信警察又说 不配合就打 他们强行给我套上了一个浅蓝色马甲 刘信警察又说要打我 我问他 打我你高兴吗 他说高兴 我说 那你打吧 他又骂我 我说 骂我你高兴吗 他说高兴 我说 那你骂吧 他骂了一声 不再骂了 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 靠在铁椅子上 开始非法审问我 我就给他们讲真相 劝善 刘信警察说 法轮功是某教 你是犯罪嫌疑人 我说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 规定说 法轮功是某教 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污蔑之词 刘信警察拿手机搜 也没有搜出相关的法律条文来 我说 我没有犯罪 你们不能滥用职权伤害我 是你们在犯罪 我是中国的合法公民 法轮大法是千古奇冤 是冤案 刘信警察说 没有什么冤案 我哪怕跟错了人 也要一条错道走到黑 我说 习近平不是也在十四五岁时 被关进过监狱吗 他爹不是也被打成反革命了吗 后来不又平反了 刘少奇不也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 后来又平反的吗 中共这个政府有正事吗 十年文革 那么多无辜的好人给打成右派 平反时 冤假错案率 百分之九十九 你能说没有冤案吗 历史在重演 古罗马迫害基督徒 天降四次瘟疫 惩罚古罗马 现在中共造谣迫害法轮功 并把谎言铺满全世界 不也招来大瘟疫 以致波及全世界吗 善恶有报是天理 古话讲 打僧骂道 必遭恶报 你们心里真的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 哪怕你们有一个人明白了真相 我今天这罪也没白遭 我只怕到我走了 你们还不明真相 第五部分 警察说 在国外可以随便喊 在这个国家就坐牢 过来一个警察问我 怎么这么年轻就练法轮功 我说 有志不在年高 他哈哈大笑 我告诉他 你出国旅游看看去 全世界都练法轮功 亿万人学练 信仰自由 迫害有罪 你们自己的口号不也是说 人们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吗 刘信警察说 法轮功是某教 我说 你查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 法轮功根本不在其中 邪教一说 是江泽民为了搞迫害 信口雌黄的 中共迫害真善忍 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 转法轮已被翻译为40多种语言 广传全世界 刘信警察不知道说啥了 另一个警察说 他也翻墙 我说 那你可好好珍惜 你能翻墙的机会 多少中国人都看不到真相啊 你别跟着他们参与迫害好人 要善待修炼人 福音子孙 他高兴地说 嗯 福音子孙 好 这话我爱听 一个警察拿出打印好的监控截图 让我看 我说 贴几张这个怎么了 这算多大点事 就几张纸 就犯法了 就得抓人坐牢 这算什么 别说不是我 就算是别人 也不能这样抓人 这个警察大声喊道 在国外你可以游行 你可以随便喊法轮大法好 你在这个国家就不行 贴几张纸就能抓 就能关你 就能让你去坐牢 等你这个事过去 你赶紧地出国 赶紧地走 你赶紧地走 刘姓警察拿出一张白纸 拿出几件从我家抄的我的衣服 一个小警察跟他描述怎么去抄的我的家 我才知道 他们偷偷去撬门 私闯民宅了 还撬开我家地下室的锁了 拿走了电脑 硬盘 大法书 手机 优盘等 说是抄了老多东西 第六部分 警察哀叹 累昏了 头疼 沸腾 折腾啊 流行警察喊着小警察要给我照相 采集指纹 我不配合他们 流行警察把外套一脱 过来抓着我就往照相台子上脱 我不往上站 流行警察气急败坏地摁住我的头 使劲碰碰地往墙上撞 握着拳头打我的头 打太阳穴的位置 抬脚踢我的腿 我胳膊上腿上 都是一块块青紫色 我平静平和地站在那里 心里跟师父说 他们打我 请师父保护我 我心里不怨也不恨 旁边的警察也围过来 用手摁着我的头 左右两个人堵着我 我闭着眼 他们就这么照了相 连拍照的警察都说 这能行吗 这不像样啊 头上还摁着只手 流行警察说道 先这样吧 到时再解释吧 警察又要强踩指纹 我用心握好手 心想 这次你们谁也别想再掰开了 这次他们真的没掰开 小警察说 怎么这么大劲啊 啥也弄不成 电脑还瘫了 后面的警察也说 没有网络了 警察让我坐下 我慢慢地跟他们说 我不能配合你们犯罪啊 那样会害了你们的 你们打我 我也不生气 骂我 我也不会怨恨你们 我也不怕你们打我 我心里可亮堂了 因为我是个好人 我没有做错事 错的是你们 我没有犯法 是你们作为警察 在知法犯法 你们为什么要迫害好人 他们一声不吭 也泄气了 直呼头疼 一个警察说 他累得就快要昏过去了 流行警察说 他沸腾 流行警察不知去了哪里 好久才过来 他到处打电话请示 好像有警察把我的什么资料给弄丢了 所以他这边也进行不下去了 他说 没法弄啊 不配合 也不认 查体项目也没权 弄不了 下午四点了 流行警察问我 是让孩子爸接孩子 还是婆婆 我很坚定地说了一句 我接 他又问一遍 我还是说 我接 几分钟后 流行警察说 高层对决 领导发话放人回家 郑保科也打电话说 他们不管了 让我看着办吧 我怎么看着办 这骂又不敢骂 你说咱这折腾的这一天啊 这是干的什么破事 法轮来了 他自己也笑了 然后说 这一天这是叫什么事 当警察这十几年了 这是第二次办案 办了个空 两周前就有人让抓人 我宁愿抓两个别的 也不愿抓一个法轮功 一个小警察跑过来说 今儿早上某队长就有预感 他早上就说了 预感今天这事儿可能办不成 我说 我真心地为你们高兴 今天没有迫害成法轮功学员 这样我就不担心日后你们会受法律制裁 迫害法轮功是国际重罪 新的公务员办案终身追责制说了 谁做了错事 要自己承担 到清算时 你们怎么办啊 你们要为自己着想啊 他们轻松地笑了 刘姓警察说 这是实话啊 第七部分 警车内对话 图个啥 在回派出所图中 刘姓警察说 我们调查你三年了 一分钱也没有人给你 你说你图个啥 你看你孩子穿的 你看人家孩子穿的啥 吃的啥 你看你穿的 你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你图个啥 我说 我只图你们个个平平安安 每个人都有父母 都有孩子 我希望你们警察 也都能好好的 他们都笑了 刘姓警察又问 那你说你练法轮功 有什么好吧 我说 有 真善人就是教人做好人 我本来就是个好人 你去调查吧 从小我也不干坏事 小时候 我妈妈被你们抓走后 她一直照顾的孤寡老人 没有人给送饭了 我每天早上早起来 给她做饭 七点前送到 风里雪里 移送三年 村里没有人说我们不好的 我坐在警车后座最中间 看着车窗前方温暖明亮的太阳 感受到这一车所有的人 似乎轻松了许多 我说 你们看现在的天空 太阳出来了 多好啊 这么光明温暖 让人心里充满希望 就像是人心中的信仰 其实 生命离不开的是阳光 空气和水 而不是那些金钱和利益 他们安安静静地听着 开车的小警察轻声说了句 听你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第八部分 希望这世上的人 都能明白真相 报平安 从派出所出来 天已经黑了 历经了一场磨难的我 口袋里只有几毛钱 钥匙和钱包 被他们扔到了我家中 我打了辆车 和司机说 送我到家再给他拿钱 司机很善良 听完我的遭遇 他说 只是举手之劳 不要钱了 到了家 我请人帮忙开了锁 屋里一片狼藉 看到桌子上 放着儿子写给我的信 绿色的小纸上面写着 妈妈 你在吗 你今天怎么样 你还好吧 你在吗 有看到我的信吗 我赶紧跑出去找孩子 在那黑夜的冷风里 我对着高高的楼房 大声喊着儿子的名字 后来家人带着孩子过来了 孩子看看我受伤的手 扑到我怀里 伤心的呜呜大哭 和我说 妈妈 你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我想回家 多么希望 这个世界 人人都真诚善良 都能明白真相 得福报 报平安 警察们 请你们住手吧 不要再伤害好人 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你们也有亲人 也有家 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 老天有眼 记着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不要把自己 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里 为自己的未来想想 为子孙后代想想吧 愿你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 征伦选登 请听文章 《狱中得法记》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 2023年5月24号 我是1997年 有幸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 执此 513世界法轮大法治 愿把我的狱中得法修炼后 得到身体健康 道德升华的故事写出来 与大家分享 1 得到四本宝书 得法前 我是一名师族青年 因犯罪 被判处 无期徒刑 关押在重刑监狱里 之前 过把引就死 这种思想 充斥着我的头脑 终日流连在灯红酒绿的场所 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直到被判了无期徒刑 慢慢的刑期 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我开始反思自己 在此之前的失败人生 问自己 人为什么活着 我要怎么活 于是我开始看书 想在书中寻找答案 监狱里 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信佛的 也有信教的 还有研究红楼梦的 我就向他们借书 我还让家里寄来道德经来参悟 我把能借到的书都看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 这样一晃到1997年7月 一个信佛的御友说 送两本书给我看 我很高兴 拿起一看 书封面写着 法轮大法 悉尼法会讲法 另一本是 《转法轮》卷2 翻开悉尼法会讲法的第一页 是大法师傅的照片 看着和蔼 亲切 我心生好感 于是一气儿读下来 师尊对人体 生命 宇宙 气功与修炼的关系等论述 让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些年来 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 我心中豁然开朗了 我太高兴了 和尚书我爱不释手 问御友这书是哪来的 他去问我这书写得好不好 我说 这书写得太好了 他告诉我 这书是一个马上要释放的 御友家人送进来的 他回家不想带回去 说有人要 可以到他那去 还有两本 我一听就说 走 把那两本书也要来 这书我要了 找到那个御友 说明来意 他就把那两本书拿给了我 四本书他只要二十五元 我痛快地给了钱 这两本书 一本是转法轮 一本是法轮大法一节 我手捧四本宝书 郑重地对信佛的御友说 以后我就学法轮功了 道德经那些不看了 我们一起学吧 您也别看你的经书了 他说 你学你的 我还是看我的 从那天起 我就走入了大法修炼 通过学法 我渐渐明白了 师尊讲的因果报应法里 做好事会得到善报 做坏事会得到恶报 而我的情况就是 献事献报 师尊在精进要旨 境界中讲 恶者 妒忌心所致 为思 为气 自卫不公 善者 慈悲心常在 无怨 无恨 以苦为乐 觉者 执着 执着心 无存 静观世人 为患所迷 我现在就是恶者 我要在大法中修成善者 做一个弃恶向善的好人 做一个修炼人 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二 狱中风气变好 我在的监区有两百多人 当时就我一个人学法轮功 转眼到了1998年 随着大法的洪传 影响的扩大 开始有育友到我这儿找大法书看 也有的直接叫我教他练功 到1999年425之前 我所在监区 学练法轮功的人数 已达几十人 我们组织了集体学法 就是听师尊的讲法录音 又组织户外集体练功 那个场面很壮观 引来预警为官 大法对人表面行为的改变 立竿见影 监狱里人都抽烟喝酒 还有常年赌博的 这些人一走入大法修炼后 提高了心性 烟也戒了 酒也不喝了 也不赌博了 经常骂人的也开始不骂了 很多经常装病号 矿工代工的犯人 学了大法后 也都积极参加劳动了 有疾病 常年一把一把吃药的人 学了大法没多久都好了 大法的神奇 超长 让每一个修炼者 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 于是在修炼上更精进了 平时车间休息室 卫生没人打扫 学了大法后 大家都主动打扫 车间黑板上 好人好事栏目 经常有修大法的弟子被表扬 一天下午 有狱友喊我 说监区指导员找博 我挺奇怪 问他知道啥事不 他说 教导员问 这些练法轮功的是谁组织的 我说是你 教导员就叫我喊你 听是这事 我就过去了 教导员见到我就问 现在咱们监区 有多少人练法轮功 我说了人数 他接着说道 你们这些人表现得不错 可以再组织些人练 我一听乐了 说 学功都是自愿的 没有谁硬拉谁学的 得他自己想学才行 他明白了 又说些鼓励的话 我就出来了 回到监视 把这事说了 大家都很高兴 大家的修炼 得到了监区的认可 众生都见证了 大法的美好 三 经历迫害与反迫害 1999年425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发生后 监狱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禁止犯人学练法轮功 并且要求上交所有大法书籍 当时监狱练功的人数已达200多人 一听到这个消息 绝大部分的人就不练了 面对这种情况 我和大家说 你们有不练的 手里的书别上交 就给我吧 按原价 每本书 我给你10元钱 当时就有人把书送了过来 我装了两个提包 存放在车间里 这时 外面辅导站传送进来 师尊发表的两篇经文 位置 安定 学了这两篇经文后 我按师尊的要求 给监狱 监区 分别写了两封 讲真相的公开信 讲述了大法的美好 我学练法轮功后的真实改变 以及监区 40多名在押人员 学了法轮功后 从身体健康 到精神面貌的改变 还有大家所做的好人好事 希望监狱领导 实事求是 公平看待法轮功 以及这些法轮功的修炼者 允许我们有个正常 学法练功的环境 信送到监区教导员手里 这个曾经叫我 扩大练功人数的预警 态度是180度的转变 没有了以往的和善与鼓励 有的只是严厉的告诫与恐吓 随着720至暗时刻的到来 监狱就像被一块黑布照上一样 没有一丝光 往昔的练功音乐不再有 往昔的练功人又跌回常人中 那些学功后戒烟酒的又开始抽烟喝酒了 曾经修口不骂人的更是变本加厉的胜过从前 这个邪党是在把人变成鬼啊 随后教导员又把这些练过功的人都叫去表态 说以后不再练了 大家都表态了 我也违心的表了态 但我知道大法好 这是邪党在搞运动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偷偷拿出大法书看 可没过几个月就被人告了 预警把我藏的大法书都翻出来 我也被关押禁闭 取消减刑资格 还逼我在全监区做检讨 我再次违心的保证不再练法轮功了 但是 法轮大法的宇宙真理 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生命的本源 岂是邪党恐吓迫害的流氓手段 所能磨灭的呢 可我该怎么办呢 2002年 陆续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 关押到监狱 我所在的监区 也非法关押一名大法弟子 我找到他 向他介绍了我的全部情况 他也向我讲了国内外大法的情况 并向我讲了个人修炼 与正法修炼的关系 还把带进来的大法新经文给我看 当我看到《经经要纸2》 预言参考中写的 师父在人中正法的过程 从众神的角度来看 就像死而复活的过程时 我泪流满面 师父为我们承受太多太多 而我实在是太不争气了 我彻底清醒了 明白了自己现在应该做的 我要否定救世里的一切安排 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重新走回大法修炼 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 于是我分别给监狱和监区 写了两封公开声明 声明我以前所说 所写的不练功的话 全作废 那不是我真实的心里话 那是在监区狱警 恐吓高压下维新说的 我在此向他们讲述了 法轮大法的美好 我练功后的授意 以及僵士流氓集团 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 希望监狱监区领导 能够依法公正 对待法轮功修炼者 并允许我学法轮功 对于我的这种举动 监区对我进行了严管迫害 只派犯人24小时贴身监控 不准与其他犯人接触 不准接见亲属 不予减刑 面对这种打压与迫害 我的怕心出来了 每天睁开眼 就会惶恐不安 天不冷却浑身凉意馊馊 总是想着预警 会把我关押禁闭 打我 骂我 用电棍垫我 于是我就开始加强发正念 从睁开眼开始发 躺着也发 坐着也发 站着也发 走路也发 甚至干活时 也不间断发正念 直到晚上闭眼睡觉 为了发好正念 我把正念经文背下来 反复领悟 感到自己发的正念 越来越强 同时又大量摸背法 被我能记住的 师尊的一切法 就这样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压在我心里的怕心 被彻底清除了 我真切地体悟到 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境 虽然我不在意 减刑不减刑 接见不接见 但是这是对我强加的迫害 我不能承认 也不接受 为此我分别找教导员 和监狱长讲真相 同时提出 我正常练功的要求 监狱长当时就派桌子喊 就不准你练 我平静地直视他说 你不准我在监视练 那我就在你办公室里练 他连嘴笑道 你练一个我看看 我随即就坐到地上 盘腿结印 开始练第五套弓法 打手印 做出加持动作 瞬间就入定了 就听一个遥远的声音喊 你给我起来 砰 我脸上挨了一脚 血刷地从鼻子流下来 又是挤脚踢过来 踢得我上身直晃 随后拳头又落下来 奇妙的是 拳脚打在我身上 却一点也不疼 好像打的不是我 我就这样静静地坐着 没有一点杂念 门开了 有两个犯人把我架了出去 回到监视 所有犯人都看着我 没有人跟我说话 我照了一下镜子 看到脸被踢肿了 嘴唇豁了 血都干了 胸前滴了一片 可我却不觉得疼 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 都是师尊替弟子承受了 感恩师尊的红恩浩荡 慈悲苦度 面对监区持续的迫害 我知道绝不能在这种环境中 逆来顺受 必须在反迫害中证实法 才是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 我觉得应该继续向监狱写公开信 揭露监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制止这种迫害 我知道这种信件 监区是不会传达的 我想既然是公开信 我就把它贴在监狱广场中间 照明灯的铁柱子上 这样监狱领导肯定会知道 想到就做 我把十六开的笔记本的前后两页 连着撕下来 在上面写十二个大字 法轮大法好 停止迫害法轮功 准备一并贴上 我把我的想法和其他几位同修说了 他们也很受鼓舞 我说早上到广场战队出宫时 我们大家一起站到铁柱子前练功 对邪恶有更大的震慑力 他们几人听了没有反应 师尊在精进药指二 路中说 在磨难面前如何做 都得自己去悟 早上起来 我把准备好的公开信 与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字贴 放在胸前 穿上衣服遮住 随着出宫人流走出休息区 直接来到广场的铁柱子前 我把公开信与字贴 贴在铁柱子上 然后转身站好 两手结印 开始练第一套功法 广场上陆续站满了上千的犯人 与各监区预警 有犯人看到 就开始念 法轮大法好 停止迫害法轮功 声音是那样的清晰 周边人都听到了 这时跑过来几个狱警喊 他是哪个监区的 把他押禁闭室去 过来两个狱警 拉着我向禁闭室走 我未关了半个月的禁闭 出禁闭不久 我被转关到另一间区 那个间区的同修们 已经把环境开创出来了 学法练功都不受限制 我问同修 在原来的间区练不了功 转到这边能练功学法了 我是不是搭顺风车了 同修笑着说 修炼中可没有顺风车可搭 师父在精进要指二 未知中说 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 是常人无法承受的 所以在历史上 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 人就是人 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 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 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 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 放下自我 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 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 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 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 以致未来所在的层次 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 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 精进吧 这是最伟大 最殊胜的 每次读起师尊的这段法诗 都能让我在修炼的路上 在天正念 精进前行 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让我们都能无愧此生 无愧施恩 走出末后这至暗时刻 迎接新语的到来 因层次有限 有不当之处 请慈悲指正 叩拜师尊 慈悲苦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